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12月26日上午8时 满载700余名乘客的C57次列车驶出成都南站 一路南下开往梁山遗族自治州首府西昌 这标志着新成坤铁路的最后一段 峨梅至缅宁段开通投运 也标志着全长915公里的新成坤铁路实现全线通车运营 相比单线运行的老成坤铁路 新成坤铁路为双向运行 设计时速由80公里提升至160公里 输送能力大幅提升 将极大带动沿线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新成坤铁路全线通车运营 竟用了十年的时间 网友感叹 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居然还用了十年 可以想象这条铁路建设并不是一般的难 那到底有多难呢 稍微了解过四川的地理条件的人都应该知道 修建铁路非常困难 四川位于中国大陆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 处于第一级青藏高原和第三级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带 高低悬殊 西高东低的特点特别明显 西部为高原 山地 海拔多在三千米以上 东部为盆地 丘陵 海拔多在五百到两千米之间 是汇集了山地 丘陵 平原和高原四种地貌类型 老成坤铁路在一片不可能的声音中建设完成 老成坤铁路全线1096公里 从海拔五百米左右的成都平原起 逆大渡河 牛日河而上 穿越海拔2280米的沙马拉达隧道 沿孙水河 安宁河 亚龙江下至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金沙江峡谷 再速龙川江上行至海拔一千九百米左右的滇中高原 有五百多公里区段 位于地震列度七到九度地区 老成坤铁路沿线山市陡峭 其风耸立 身间密布 沟壑纵横 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 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 曾被外国专家断定为修路禁区 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地形 地质条件下 从1952年开始 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先后进行了地质测绘 一万四千八百多平方公里 地质钻碳二十一万两千多米 深挖一万三千七百多米 雾碳五百二十三处 进行现场试验的各种事件上万组 以及一万一千多公里的比较线勘测 比选了三百多个方案 历时十三年 最后确定了设计建设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 工程技术人员在老成坤铁路 勘察设计中 创造性地采用了螺旋形 眼镜形 灯泡形等多种盘山展现 线路十三次跨牛日河 八次跨安宁河 四十九次跨龙川江 历经重重考验 闯过道道难关 我国铁路设计工作者用智慧的工程曲线 克服了巨大的地形高差 绕毙了重大不良地质地段 确保了成坤铁路的顺理开工建设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1970年7月1日 老成坤铁路建成通车 五十余年后的今天 山还是那座山 水还是那些水 新成坤铁路也在这样一片禁区里建成通车 它又难在哪儿 线路所经区域被称为地质博物馆 绝不是夸张 在新线选线过程中 设计人员为了绕壁一个风险点 还未施工 以前往甘落该点位周边踏堪时于此 线路走行方案反复修订 历经一年多时间才最终敲顶 选线阶段最让我们纠结的 我觉得应该是埃戴尼日河双线特大桥 据中铁二院桥梁设计负责人妙庆华介绍 此处地质条件复杂 其中包含了滑坡 微岩 落石 崩塌 岩堆 泥石流 山体错落 岩戎等情况 一般面对此类情况 以目前的技术 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最近的路线 利用隧道穿越这些区域 但当踏刊进一步进行时发现 当地由于发现矿产 早些年 早些年在山体中开采 其内部坑道纵横 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法确定坑道走向 出于安全考虑 只有选择其他方式穿越 六庆华告诉记者 为了进一步确定线路走向 形势 在最终施工前 他与同事连续到现场十多次 就为确定线路走向 最终 线路确定采用桥梁形势 穿越该区域 如果说桥梁建设是绕壁风险 隧道建设则是直面 不良地质影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 全线修建难度最大的隧道 吉辛隧道 据中体二院隧道设计负责人 刘志刚介绍 吉辛隧道 途经区域地质条件复杂 穿越白云岩地段长近11公里 白云岩是一种沉积碳酸盐盐层 在地下水的水解 林律作用下 会形成一种极为特殊的溶石现象 白云岩沙化容易造成隧道 绝境过程中发生涌水 涌沙 大面积坍塌等地质灾害 简单来说 在这样的地质中施工 就像是在流沙中打隧道 可以想象其施工难度 刘志刚告诉记者 白云岩沙化这一点 是国际上都没有遇到过的世界级难题 更没有绝境隧道的技术参标 这对于当时的施工来说 是摸着石头过河 边研究边施工 此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论证后 最终确定采用管棚之户 钻报和喜挖三阶段 相结合绝境法 简单来说 就是在绝境段的上方岩层 提前布施加密管棚 在周边加强之户 共同形成一个铁壳 在小断面 开挖绝境 相当于在铁壳的保护下 小步往前走 就这样极心隧道 攻克了世界级的施工难题 成坤铁路穿越区域 被称为地质博物馆 绝非浪得虚名 在老鼻山隧道开挖过程中 也遇到了大难题 隧道绝境中 一般每绝境一段距离 现场就会用超前地质预报仪 探测前往地质情况 以提前做好准备 在老鼻山隧道 绝境过程中 仪器就探测到前方有个大的空洞 刘志刚说 实际上绝境至溶洞位置时 面前的溶洞比想象中还要大 其纵向长达30米 横向宽40米 距离顶部30米 深40米 整个体积约10万立方米 为了穿越溶洞 老鼻山隧道施工中 我们把桥梁的专家也喊了过来 刘志刚说 最终在隧道内架设拱桥跨越溶洞 据了解 峨米段共建设隧道52座 长度达211.377公里 桥碎比达76.7% 近年来 每年雨季 最让人担心的便是老成坤铁路的通行情况 滑坡 泥石流冲毁线路时又发生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成坤铁路穿越区域的地形地质特点 特别是梁山州甘洛县境内 甘洛县位于大梁山北部 小乡林东路 为四川盆地西原向青藏高原地势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 受横断山脉褶皱 隆起与断裂 河流急剧切割作用等因素影响 境内山轮起伏 沟壑纵横 谷壁陡峭 河床狭窄 区域水土流失严重 土薄石多 滑坡及泥石流等灾害时又发生 对新成坤铁路运营安全影响严重 为了减小地质灾害对线路的影响 除了桥梁规避 隧道直面外 边坡质里也是重中之重 12月15日 记者行走在新成坤铁路沿线 可以看到不少区域对边坡进行了特别加固 其实我们在施工前便利用无人机 3D建模等技术 对铁路沿线坡面信息进行采集 然后研究制定相应的处理措施 据中铁二院设计负责人王海波介绍 新成坤铁路建设后期 坡面治理成为重要的事情 而为了保障铁路后期运营 他亲自前往每一处边坡踏刊 了解其具体特征 有针对性的制定治理方案 如伊布大桥地处白云岩沙化区域 为了保障桥梁安全 施工人员对两侧边坡进行施喷作业后 利用毛干进一步稳固 除了对边坡下步的处置 在山上还设置被动阻拦网 防止危言落实 再比如特克中桥位于山凹处 该区域市场发生滑坡泥石流灾害 为了保障新成坤铁路线安全 该区域采用毛索毛杆相结合的方式 对整个坡面100余米高的区域进行处理 不仅仅是整治 我们还利用北斗信号 在边坡设置位移监测装置 一旦出现异动 可及时发出预警 王海波表示 新成坤铁路沿线边坡质里面积 累计达31万平方米 通过运用多种方式防治 将有效保障新成坤铁路后期运行安全 一条条条隧道打通山脉穿行 一座座大桥跨江河助力 数到南便数到通 条条大路成坎图 成坤铁路赋线的开通运营 不仅为潘西人民和电西北人民带来福祉 还为西南经济发展加装了引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好 好